大家好,我現在跟各位介紹這台 就是華碩在今年Computex得到年度Best Choice 年度大獎跟分類金獎的產品就是G20 大家可以看到這台G20 基本上它是跳脫一般PC正方形或長方形的外觀設計 它其實設計是非常有現代感的設計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這些前面跟後面跟上面的這些Pattern 這些Pattern它除了有視覺美觀的作用之外 其實上面的Pattern它還有做散熱的作用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這兩排燈光的部分 這兩排燈光的部分如果搭配上我們的ASUS Command的話 它會有一個Lightning 它會有就是它的Software就是Lightning 它會有三區 第一個就是A1 A1就是我們看到的這一區 然後A2就是這一區 然後還有一個A3 A3的話就是在它下面這邊 這三個顏色都會不一樣 大家可以看一下Lightning 三個顏色可以設定成不一樣 你看 這是A1 然後中部的話 藍色 然後這種3的話 就是來個黃色 然後大家Apply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C7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它就是它還有相對於 還有Breathing呼吸燈的功能 然後這一台它的硬體效能 大概就是我們可以搭載正常桌機版的 Intel Core i7 然後還有NVIDIA的標準版的GTX780 當然下一代980我們也是可以搭載的 然後針對於玩家 我們有搭配一套軟體 叫做EGIS EGIS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那這邊就是可 這個就是 它類似Hightway Monitor的功能 可是我們把它做得更Gaming 然後更有未來感 未來感一點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左上角這部分 它會根據你的IP 去抓你現在的位置 然後因為我們這是 它現在抓到的是你OS的版本 所以說它B4是愛美 然後大家這邊可以看到 它是Core i7的4790 然後 這是CPU的資訊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Warning的部分 就是針對你的電壓 它會設定警告 然後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就是 各個 各個硬體資訊的臨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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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地方就是 你的CPU的使用量 你的記憶體 然後你的網路上傳下載的功能 這就是我們 針對於 華碩DT對ROG搭載的Software的部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針對於我們的音效的部分 我們還是會有一個ODIO WIZER ODIO WIZER 就是他會有 各種不同的音效設定 就是你看 他會有 RAW ROOM 還是BATTLE FILL 還是ACTION 還是Multimedia Media的部分 這些都是在這台G20裡面預先搭載 然後再來針對它的外觀部分 可以看到說前面這兩個是USB3.0 是為了要符合它的IT設計 我們把它的舌片開成黃色 所以說它還是一樣是USB3.0 它的舌片是紅色的 然後後面也是有兩個USB3.0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後面IO的部分 對 它後面IO的部分是 兩個USB2.0 四個USB2.0 跟兩個USB3.0 然後一樣也是搭載Intel的LAN 然後它還是 會有HDMI的功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是 標準版的GTX780 對 所以說 基本上 這一台機器 它是 現在 小伸素裡面算是 功能 功能最強的小伸素 電競桌機 對 來看一下 有工人 幾年 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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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感谢观看